我們先問一下各位 你在簡報裡面 用到超連結的機會多還是少? 應該很少吧 大部分知道我就直接切過去了 很少會從裡面直接打開了吧 那我們在Focus Guide裡面 它的超連結方式是比較特別一點 假設今天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 我有一個文字也好 一個圖片也好 反正什麼都可以加超連結 你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連結在這裡 看到了齁就在這裡 可是呢 它是用什麼 用一個區塊去把你框住的 你看我點到它 添加連結 按一下 這個時候你就把 你要變超連結的地方把它框起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它的方式跟我們一般 PowerPoint裡面就直接文字或圖片變超連結是不一樣 就是你只要框住就好了 那麼你就直接在右下角這邊 直接選擇 好 你是要網頁連結還是要連結哪一個文件 對不對 因為這PowerPoint也都可以做嘛 可以用相對路徑的齁 所以呢 如果你是網頁的連結 你就把你的網址就打在裡面 就這樣子而已 那麼真正在看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看到這個紅色的 預覽的時候會不會看到 當然不會 好 動畫 看一下 進來 滑過來 有沒有變成熟 有沒有 滑過來是不是變成熟了 所以你就可以做超連結了 這樣沒問題吧 可以喔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 至於說你這個超連結多大 事實上超連結 我們只要把它框住就好了嘛 對不對 把它框住就好了 那多大就你自己決定 這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好 好 好